看看中国最富运动员排行榜,英俊辉上榜,姚明三十亿不如他一半多,体育运动在我国一直都是观众瞩目,受到大众的各方关注,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,对于中国来说,对于运动员来说,那代表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奖牌,更是代表了中国的实力,中国的荣耀,中国的尊严,与此同时,一些运动员在为国争光的同时, 他们的名气也会越来越大,这些荣誉和成就也会吸引着赞助商找他们代理项目,签订合同等,他们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随之增高,很多运动员都是凭借着自己从小艰苦的训练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的,他们的收入也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看看中国最富运动员排行榜,像丁俊辉,丽娜,姚明,林丹等人都在其中, 他们不但拥有奖金还有高昂的代言费,这些让他们都进入了富豪的行列,但是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宁了,李宁作为中国的体操运动员,得过无数的奖牌和拥有无上的荣耀,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的体操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宁被誉为体操王子,他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人,成功的转型,从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变成一个企业家,创造了本土第一品牌李宁,做起了从运动服装,运动鞋,到篮球,足球的品牌,使他拥有了巨大的财富,难怪姚明三十多亿都不如他一半多,李宁本着人于体育, 用于体育的精神,一直用自己的行动,去支持着中国的体育事业,而他也成了国家体育事业的赞助商,多个项目的开拓,产品的种类,使得他的事业也一帆风顺,越来越壮大,财富积累也越来越多,其实李宁的成功不是偶然的,一切都源于他的努力和坚持,不管是在体育事业上还是在企业上他都有着自己的一份信念, 他不仅是体育界的神话,同时,也是企业界的神话,而且现在他的身家只比百亿,当之无愧地排在了中国最富运动员榜首,难怪姚明三十亿都不如李宁一半多,如今的他虽然退出了体育界,但是正在用另一种方式,去支持着中国体育,中国运动员,他的身上有着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,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,他身上的优点, 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学习必要,往后的路上,一定会对我们有所帮助。